科技来自于创意 光宝的创新奖 今天举办了颁奖典礼 由中国大陆跨海参赛的快速直写贴片 在上千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 报回了金赏大奖 总计这次获得前三个奖项的参赛作品 只有一件银赏是来自于台湾 而面对对岸创新作品极起直追 这也提醒了我们台湾的创新动能 必须要加把筋 颁奖典礼现在正式起到 表明的最热心的掌声 奖励创新发明 走过十四个年头的光宝创新奖 二十日举行颁奖典礼 今年光宝集团积出优厚的奖励 最高奖金为三十五万元 总奖金为一百二十万元 吸引超过二十国参赛者共襄胜举 光宝集团董事长宋公元 肯定台湾的创新动能 并且认为能够帮助产业转型 而他最看好穿戴式装置以及物联网 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刷手机应用 下一个东西呢 像穿戴式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他要来临台湾的产业呢 他也要去判严 只要的一个设计 只要的一个制造的一个桥色 获得赢赏的森林火源侦测系统 协和物联网的概念 振入火源侦测晶片以及蓝牙技术 就在单位可以在第一时间 知道火源的位置 也能够引导登山者远离危险提高救援效率 这也是今年前三奖项中唯一一项台湾参赛者的作品 我们有考虑到 因为他长时间放在森林的户外 所以他的颜色其实这个绿色跟这个橘色 其实就是在动植物 他不会去影响到太多他们应当生活周遭的环境 主办单位表示 2006年以来超过半数的参赛作品来自中国大陆 包括今年金奖作品冷服贴片 借由化学反应 打完针后几分钟就可以完全止血 降低感染的风险 而这款造福盲人的插座设计 也是获得特别奖的肯定 叉叉头对于盲人来说是一件危险 而且困难的事情 不过现在这个圆形的设计 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 而且还有影响设备可以让盲人知道 是否已经通电 面对中国大陆创新产品不断冒出头 科技部长张善政认为 台湾的创新频率并不低 不过缺乏冲击性的创新 他希望未来更多企业 也能够加入支持青年创新动能的行列 有电TV中心肖柏青台北报道